各位,如果你們在一個商場裡購物或在一個商場裡榴槤時 突然間聽到宣布這個商場將會封閉,不准人出去 因為發現了有新冠疫情的可疑人物 我們要做全部人要做檢測,需要檢測兩次相隔48小時 如果是陰性的話,才可以離開 如果你們聽到這個樣子,突然間突然間砰一聲人生想回 不能走,怎樣呢? 這不是假設,已經發生在中國上海 在上海2022年1月13日突然間發生這件事 怎樣呢? 在中國當然政府會幫你搞定 因此餐館照提供免費食物 戲院開24小時播映電影 你們可以在那裡休息一下 小孩在那裡商場有遊戲樂園之類的東西 亦都開放給小孩任意玩 讓我和大家看看這件事之後的小朋友們 看看這條影片 現在的工作遊戲就離開了 那些人可以離開時送禮物給他們 中國的民眾非常合作 那些人的時間 都開放過新年 開始其實也是很驚訝 因為畢竟這種事情也是 只有在電視上才能看得到 已經被人在第一次的發生過 因為真的 聽聽聽聽就感覺特別難以置信 不是聽那個廣播說 可以去電影院去嗎 然後我們一窩子去電影院 找個地方 好 半夜12點 我們還在那聊天 我們想把她放在那裡 这种色花的事情是应该庆幸的 因为你要知道 当这种事情假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花生花 在一个内外的地方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没准我们现在还吃得上东西吗 没准备在吃过不幸中的外星 没准备这种东西 刚起床你记得一到店里面我们就有早饭吃了 对是 当我们 因为我们两个睡不着 然后我们就在看 当然那时候是四眼的时候 就看到在那个食堂那边的灯就已经亮起来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备食材了 突然走的时候还看见有一些那个穿着黑衣服的工作人员 提醒我们要带衣服 快走 结果就必有给一些年轻人有一个难忘的经历 在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原来那些商场已经早有预备了 这样发生的时候 在商场里面就有足够的各种各样所需要的东西 可以提供给商场里面的客户和商家之类 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小朋友说了 那么就 去 戏院里面 他们很明显 在戏院里面 找个角落 聚在一起 戏 看完再看 他们聊天 聊聊到通宵 跟着 一出来 那些戏院通知他们 出来吃 那我就说出来 已经有了 食物什么都准备好了 全部都是免费的 因此 使得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非常羡慕 既然我用羡慕这个字 因为 真是 这个是一个难忘经验 当然 中间也有一些 比较有趣的事 譬如我这里 我和大家看看一些 发生的事 这个是来自 在Twitter上的网友留言 譬如他说 需要所有的客人都不能离开 要做两次的核酸检查 相隔48小时 然后有一个就说 我正在商场里 在庆祝生日 这个好像在电影里面 我们虽然情况很差 但我们尽量可以享受这件事 现在另一个就是一个爸爸 就是有一个七岁的小孩 我没有说男还是女 就有个Nanny 有一个照顾小孩的女人 带了去商场里走 甚至一进去 就不太想关门 他很担心 原来在商场里 连小孩的配方的饮品 一样有 所以没有问题之至 另外就是 商场生日之后 在里面 准备了数以千计的饭餐 洗洁用品 每日日常水烧的东西 有一个小学的学生 留在商场里面 他妈妈说 给他一个好的经验 他可以在特殊特殊特殊之下 如何可以控制好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而当里面也提供了 游乐场 邀请女孩子 和小孩一起去玩 终于搞了五十五个小时 大家看到 离开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送一些礼物 给那些顾客 我这里就不再和大家看了 我会将接链放在描述里 大家可以自己 再跟一跟细节 感谢观看 谢谢